因為花蓮強震受複在天上的民眾 連日分批取到南投下山 而在中橫百洋步道 勇敢救了11名遊客的希臘籍人士 其實就是前駐紐鄉代表 蔡兒黃的女婿 而她從台灣女婿一夕之間 變成了台灣英雄 在今天下山的時候 她也謙虛地表示自己不是英雄 只是實現了少年時 當童子軍幫助人的承諾 去救了所有人自身 我沒有做到他自身 我曾經過一年來 我們曾經給予人的承諾 我們每次都能幫助人 你覺得如何? 很恐怖 過程蠻苦痛的 一開始我們只有六個人 我們三個和我們媽媽和我們 台南又有台電的三個位 我們過了兩個半小時 過了他們的家人自然的方向 所以找到他們在所有人動錢 找到他們是感覺很難希望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在那裡 他不知道有沒有出事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他們表情有點難過 我是回想當時是有點驚恐還是有點難 是啦 可是說父母的看到有小孩 這些是推娃娃車的事 我們一直以為他們出事 所以看到他們之後就是放了一口 為什麼會不會想再回來台灣呢? 為什麼會不會想再回來台灣呢? 他沒選擇 他會不會想再回來台灣呢? 你一定會回來了 你會回台灣嗎?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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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Hero is a quick war And the hero is who saves everybody by himself I didn't do it by him by myself I was a scout for many years The scouts would give a promise to help people whenever we can 接下來這位大貨車司機他也相當的感人 他在歷經了大清水隧道外的巨石崩落的劫難之後 他不但沒有感到很驚慌失措 他竟然還去熱心助人 不僅找到黑傘幫忙遮擋身亡司機的遺體 而且還把車上載有的糧食分給受困現場的人 可以真的說是相當的暖心 貨車司機陳建成4月3號地震當天上午 他載運整車貨物預定送往里仁華臉門市 剛從蘇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出來 就遭遇25年來最大地震 沿線嚴重攤坊導致巨石如以斑沿邊波落下 陳建成前方貨車司機被砸中嚴重受傷肋骨斷裂 而後方的貨車司機則是當場生皇 現場有20多輛車受困 陳建成的貨車也遭到弱石撞擊 但是沒有傷到竹結構 而且很幸運的人沒有受傷 貨車只有輕微受損還能夠行駛 陳建成他在現場找到一把黑傘 遮擋後方身亡司機的遺體 他也將車上的食物分給受困的人 整個白天他都在躲弱石等待救援 之後回到現場取車抵達里仁花蓮門市 已經是晚上的6點多左右 這一趟歷節歸來他感謝真的有佛菩薩來幫忙 而花蓮店長是趕緊拿出紅包慰問 說這趟路真的太辛苦了 在這次的搜救行救當中 即將退休的搜救犬Roger立下了大功勞 他在搜救時是回頭聞了兩次 因此是幫忙巡獲了第三具的遺體 而在收訪時記者是遞出麥克風 那Roger他馬上湊上去聞 甚至還想把他咬住 林犬員表示他可能以為這個是玩具 花蓮三日發生規模7.2強震 泰魯閣沙卡丹步道傳出有6人失聯 即將退休的高雄拉布拉多收救犬Roger 在6日立功在沙卡丹步道0.5公里處 巡獲第三具遺體 確認是21歲的胡姓女子 她稍微秀文一下 可是秀文一下之後她就離開了 因為畢竟她是 我們在訓練她的時候是不少生懷症 那後面她又覺得很奇怪 就用回頭來去秀文之後 我發現她這個特別的舉動 所以我才上去覺得那個點應該是有 她有發現一些現縮 所以當我靠近的時候就發現 那個第三位營爛者的大毒這樣子 即將退休的拉布拉多犬Roger 今年已經8歲 其實在單收救犬之前 他曾是官務署的棄毒犬 但因活潑好動的個性 無法專心秀文毒品遭到淘汰 後來改單收救犬後表現相當突出 還成功通過IRO高級瓦利收救認證 曾參與過2018年雲翠大樓的 收救行動 6日也協助在沙卡彈步道發現 第三名罹難者 Roger再度成功發揮她的專長 立大功 而這一次參與搜救的6隻 搜救犬他們都相當努力地工作 其中一隻搜救犬Umar他真的是累壞了 他連續三天都出了任務 而昨天在林犬猿爸爸周聰吉的大腿上 呼呼大睡模樣相當可愛 林犬猿帶著搜救犬挺進沙卡彈步道 在將近60度的峭壁上 搜尋生還者 一不小心就可能墜落地面 看起來顯像還生 另一隻搜救犬 玩具石堆中的縫隙猛磚 搖著尾巴像是告訴林犬猿 就是這裡 搜救隊隨機開挖 果然發現兩具遺體 花蓮強症災情慘重 來自各縣市的六隻搜救犬立下大功 截至4月6日為止 已尋過三具遺體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 有一隻搜救犬累壞了 將頭盔在林犬猿爸爸的大腿上呼呼大睡 模樣超級可愛 這隻搜救犬名字叫做Umar 從天完新大樓就開始救災 連續三天出任務 終於有時間可以休息補眠 好為下一階段的任務 做好充足的準備與體力 林犬猿周聰吉受訪時表示 搜救犬的工作並不只有進行搜救任務 他們還扮演著撫慰人心的角色 當災難來襲 人們的心靈受到重創 這時候搜救犬能夠提供給他們一點 面對明天的力量 同時他也分享到 4日救出天翔受困者外籍遊客時 Umar還主動跑去 翻肚肚討摸摸 讓對方紓壓不少 花蓮強症災情慘重 土耳其無人機救災團隊昨天抵達花蓮 前往指揮所報導 那其實在25年前 台灣發生921地震時 第一支抵達台灣協助救援的國家 就是土耳其 無人機馬力全開飛向沙卡當步道 土耳其搜救隊小心地操作無人機 在地形複雜的山區搜尋失蹤者 花蓮7.2強陣釀成重大死傷 日本等國都表態願意伸出援手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評估搜救能量還夠 但缺乏無人機救災經驗 所以同意土耳其搜救隊來台支援 他們一行7人帶著裝備 於4月6日晚間抵達台灣 昨天上午就向花蓮前進指揮所報導 這不是土耳其第一次來台救災 1999年台灣發生921強陣時 土耳其至公搜救協會隨機派出17人 於隔天抵達台灣救災 正後50個小時在瓦砺堆下 救出4名生還者 來自土耳其的藝人吳鳳當時表示 現在其兩國友誼橋樑的其實是台灣 因為921發生前的一個月 土耳其也發生規模7.4強陣 造成數萬人喪命 當年土耳其資源不足 台灣亦不容辭馬上伸出援手 土耳其投桃報禮 這次又持援花蓮令國人相當感動 花蓮地震發生之後造成諸多災情 而現在已經經過了5天 各單位仍在第一線持續救災當中 而國民黨立委王鴻威近日提出質疑 他說認為總統蔡英文到現在 都還沒有前往花蓮勘災 而對此總統府發言人也作出了回應 對於蔡英文為何沒有前往花蓮勘災一事 總統府發言人林玉產表示 蔡英文自地震發生起 除了到中央災防應變中心指揮 隔天到台北車站行控中心 掌握交通復原的進度之外 隨時掌握災情以及救援情形 並指示行政團隊以及國軍 全力投入救援工作 林玉產表示 執政團隊各自堅守崗位 也各自分工 像是副總統於第一時間赶赴花蓮 行政院長陳建仁 蕭美琴副總統當選人也都前往花蓮支援救災 而林玉產說為了使第一線的救災人員 能夠專注救災工作 不應總統行程而增加危安負擔 蔡英文將坐鎮台北指揮 在另擇合適的時間前往花蓮 處理災後重建的復原工作 花蓮強鎮也導致花蓮天王星大樓嚴重傾斜 也造成了一名33歲的女教師不幸喪生 不過就有當地的民眾發現 竟然有一男一女將這個天王星大樓 當作是打卡的景點 到現場是開心的擺拍 原本有人懷疑說這兩個人是住戶嗎 不過天王星的主委和管理員表示 這兩個人都不是住戶 昨天FB有一位穿雨衣的女生 我們不認識她 我也不知道她是誰 但是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她是我們大樓的住戶 我很希望你們幫我協尋她 請她勇敢站出來 跟我們所有大樓的所有全人及住戶 就是這邊這位小姐說聲道歉 你的二次傷害已經深深的傷害了我們 我們現在被攻擊成一個 沒有危險的 沒有危險的住戶 我們不懂得 我們不知道現在有多可怕還在嘻嘻哈哈 我一定要重生 他不是我們的住戶 很明顯的 我們不懂在住戶 不懂 我們今度在外面 有最大的